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可为一波未停一波又起,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和功能调整,而对于卖家来说,在平台上销售产品,只有时刻关注平台变化,了解平台新政策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销售计划,转眼2019年的Q2季度就要到来了。 注意了。1.亚马逊长期仓储费下调,甚至是取消。从2019年2月15日起,亚马逊实施长期仓储费下调,甚至是减免的优惠福利。 其中,在运营中心存放了181至365天的商品,只需要在2019年1月15日支付上一期的长期仓储费。 之后如果酷零小于一年,就可以豁免长期仓储费。在运营中心存放超过一年的商品仓储费也将下调,只需在1月15日之前缴清上一期费用。 之后的仓储费由原来的每件0.5,降为每件0.15。不过,包含易燃或加压器融交物质的危险品依旧需要收取较高的月度仓储费。 2.亚马逊价格保护政策正式实施 从2019年2月4日开始,亚马逊将实施新的自动化的价格保护计划政策。 如果卖家在亚马逊上将产品的成本价降低,该政策将允许亚马逊自动降较低的成本价格应用于所有未完成的采购订单,包括运输中的产品和现有的库存。 3.亚马逊推出Amazon Moments计划 据外媒报道,亚马逊推出了Amazon Moments计划,该计划可以让开发人员在应用程序和网站上执行高价值操作时, 轻松奖励跨越平台和100多个国家地区的客户,通过Amazon Moments可以进行实时跟踪监控,创建有针对性的活动,并通过送到家门口的数字产品奖励客户。 4.亚马逊新推Project Zero打假项目 亚马逊于2月28日推出一个名为Project Zero的新打假项目,要求品牌也加入到亚马逊的打假行动中, 并且亚马逊还赋予了品牌所有者在确定情况下直接删除品牌上假冒listing的权利。 此外,Project Zero还为品牌提供了一个工具,该工具可以为每个产品生成独特的代码。 品牌需将这些代码打印到现有的产品包装上,或者使用贴纸贴到产品上。 5.亚马逊推出Amazon Day for Business 近月亚马逊推出了一项名为Amazon Day for Business的服务。 通过Amazon Day for Business Business Prime会员可以选择一周中的近经常付款的那一天作为他们的交付日。 从而可以更轻松地每周为其账户中的每个地址进行购买,并将其一起交付。 整个体系中的Business Prime会员,特别是那些在任何一周内有多个亚马逊商务订单的会员,现在可以更好的计划他们的交付。 并通过将他们的合格购买分组并交付在一起来减少他们的接收工作。 6.亚马逊日本站将上线全新积分促销系统。 最近,日本站邀请了一些客户测试一个新的积分促销活动。 这个积分促销信息会直接出现在亚马逊入口页。 headline广告位置。 商品搜索页面。 并且会通过一些社交媒体为这些活动引流。 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流量入口。 据悉,此功能还没有在官方页面和其他文件披露。 只有少数客户被邀约内测。 7.亚马逊测试ATP弹窗功能。 推销自营品牌。 近日,亚马逊为其移动应用ATP测试了弹窗功能。 有时会在竞争对手的产品页面上推销其自由品牌商品。 分析人士称,这项测试表明, 亚马逊在兜售包括其自由品牌在内的低价产品时表现得多多逼人。 8.亚马逊SubscribeSafe服务新增五大功能。 目前,亚马逊正呼吁更多的卖家加入订阅与保存SubscribeSafe服务。